请你先尽快完成这套软体的安装程式下载 那怎么样取得Power BI 所以我现在就做一下给你看 首先你要知道说如何取得Power BI 那我就先以如何取得Power BI 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打开 打开我们的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请你输入POWERBI下载 通常你看到的第一个画面 就是微软公司的Power BI下载 因为我们先把软体取得 等一下你们慢慢的去下载这个资料 我再介绍 那因为我们现在要下载Power BI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可以看到这个下载 好当然建议各位点这个进阶下载会比较好 进阶下载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麻烦请切换 你们要的是什么 是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 这个Chinese Traditional 接下来他就把整个画面都改成繁体中文之后 你再点这个下载 记得要选这一个 请选上面这一个 这个叫PBI Desktop Setup 然后X64 这个没有写X64就是代表32 因为是先有32人才有64人 然后点选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他就正在做下载 可以吗 那麻烦请现在各位 为了上课方便 所以麻烦我们分两桌 第一桌跟第二桌 做这个动作 听得懂 第一桌第二桌 请用这个方式下载下来 首先我有把这个网址 我有把这个范例 放在我的教学平台那上面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耳后建议都是到微软 官方网站进行软体的执行档案下载 为什么 他每个月都在更新 我这个档案是没有在更新的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首先麻烦就到 因为我给你的是网址 所以你就在网址这边 请输入 请注意这个R跟P 你有没有发现是大写 对 它是大写 然后接下来 麻烦你去找一下 12月22号 这边有看到 商业PowerBI大数据分析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 我到时候会再把它改成 数位行销与数据分析 然后接下来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范例 范例 这是大家等一下都要去的 好 点选这个范例下载 你不要点错 因为我只能把部分来锁掉 好 那请你不要点错 点这个范例下载 等一下是全部每一个同学 都必须要下载 这一个档案 美国超市的销货资料 这是大家都要下载 所以点它就可以下载了 好 例如说我现在点一下 它是不是就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下载好了 这边这个就是PowerBI的安装程式 你也可以点它进行下载 可以吗 下载下来 我就先把这些做好的视窗 都先关掉 就算了 这边突然有点用 就是这种钧 就是钧 有点钧 就是钧 一样的钧 就是钧 就是钧 一样的钧 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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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钧